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越南新聞主持人崔時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給大家帶來的是 黎智英被指稱涉嫌威脅親中保障記者 法官裁定表證成立 8月24日美國之音報導說 香港民主運動標竿性人物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被指控在2017年維園六四紀念晚會期間 涉嫌威脅親中媒體《東方日報》的記者 控方在西九龍法院的庭審中舉證後 法官裁定該案表面證據成立 但黎智英堅決否認這項刑事恐嚇罪 港媒報導說 黎智英表示不會出庭辯護 也不會傳召證人 控方將在8月26日懲教書面結案陳詞 被告方黎智英將在次日遞交 雙方將在28日作口頭陳詞 在法庭上 原告《東方日報》記者X的同時Y為其提供證據 Y表示他在事發當日在黎智英住所外等候 期間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接受其他媒體採訪 Y隨便拍攝 然後聽到不遠處的黎智英大聲說話 就轉身改拍黎智英 Y說黎智英當時比較激動和憤怒 還曾兩次轉身對記者X暴躁 辯護方盤問Y問他是否當日都在尾隨黎智英 以及《東方日報》記者是否在2014年至2017年頻繁跟蹤黎智英 Y表示承認 原告傳聞為記者X診治的精神科黃醫生出庭提供證詞 黃醫生的診斷結果是記者患適應障礙 但被告方對此表示質疑 因為黃醫生會有質疑患者的新術是否屬實 被中共視為反對派主要金主的黎智英 在去年香港爆發《反逃犯條例》修訂的大規模抗議示威初期 曾訪問美國 或共務卿蓬佩奧和副總統彭斯會面 就反送中運動和香港自治情況發展進行討論 對北京和香港建制派來說 黎智英和《蘋果日報》是所謂搞亂香港的主要和首 儘管民主派和多數港人認為敢言的《蘋果日報》 是新聞和言論自由的風響標 與此同時 在24日凌晨 前學生領袖和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在面書上表示 23日和朋友劫貫到山頂公園帶狗散步 中途租跟蹤和被手機拍攝 黃之鋒詢問對方是否是記者或警察便宜 對方都否認了 並不斷辱罵他和同行友人 黃之鋒斥責幾個跟蹤他至山頂公園 涉嫌非法滋擾 但對方不予理會 黃之鋒表示 經簡單調查 發現對方乘坐涉事車輛的登記地址 是香港美安道的紀律部隊宿舍 並且登記車主姓名 和一名在職警長同名同姓 他還表示 在參加活動前 被掛著大陸和香港雙排照的汽車追尾 這都是他們對親民主活動人士的常用策略 黃之鋒認為 在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治下 香港沒有機會自由選舉 但他對香港人民仍抱有希望 黃之鋒說 香港已經不再是香港了 但我們仍以香港人的精神 在這場艱苦的戰鬥中前進 他說每天睡覺時都會擔心香港政府會逮捕他 或會向香港民主派標竿性人物黎智英一樣 在凌晨5點被警察衝入房間帶走 今日的新聞給大家介紹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點擊小鈴鐺訂閱 這樣當日的節目發佈時 你會在第一時間裡收到我們的通知提醒 我們這個欄目還有其他粵語的內容 歡迎轉發 也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 再見 我們下次見